長榮航旗下長榮航太宣布 獲得波音20架767-300客機改貨機合約 這20架客機將依客戶改裝時程規劃陸續抵台 預計在2018年完成改裝工程 美國宣布升級前 每股刀瓊工業指數已經接近2萬點 微軟公司共同創辦人蓋茲表示 他認為目前每股很貴 另外蓋茲也對利率維持在如此低的水準 這麼久感到驚訝 日本顯示器將併購由Panasonic和Sony 共同打造的有機發光二極體 OLED面板公司J-OLED 藉此將日本的顯示器技術整合為一體 以抵抗南韓與中國業者 全球第二大線性傳動控制 與系統科技品牌 上銀嘉義大譜美新廠 舉行電機典禮 預計新建三個廠區 總投資金額上看200億元 預估2018年開始投產 主要以滾珠裸桿 線性滑軌 及機器人前製程產線為主 新唐人亞特電視 整理報導 日本全球カット